记者郑明翔苗栗报道,苗栗县议员李文斌日前炮轰后龙镇公所图领台湾电力公司每年千万回馈金,但却只罢加年华氏活动讨好镇民,更直批镇长朱秋龙是康乐鼓掌,但公所员工却深感委屈,金工不回馈金使用细项,去年用于公共建设约占五成,活动近约二成, 且接日历推广观光及农特产,公所主任秘书林承青更屡带哽咽,叛同人的努力不要被选举语言抹杀 林承青表示,早年台电设立通宵火力发电厂,但回馈区域仅纳入通宵,苗栗镇,位于北方的后龙镇五十余年未获分毫,经立法委员陈超明协助,自去年起始获得台电以专案回馈金方式, 至今共不给两千一百余万元给后龙镇公所,回馈金使用则需依照台电订定的执行要点办理,公所将之分为公共建设,观光发展,产业发展,民俗节庆,教育文化,社区发展等六大类计划, 去年投入近七百万元用于各立的基层公共建设,并首度颁发奖学金及儿童节里鼓励学子,今年则将二百多万用于举办干猪花生节,食库节等活动,宣传在地农特产及观光产业, 林承轻讲到机动处更速度哽咽,频频室内,强调公所同仁无政治立场,全心全力打造更美好的后龙,但却被外界批评乱花钱,半家年华活动,对同仁十分不公平。 林表示,后龙是贫穷小镇,因此没笔不住都花在刀口上,这计划都需经代表会审查监督,怕外界勿应选战而抹杀公务员的努力。